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0年7月21日下午 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杨鹏 坐上了一辆载有46名乘客的大巴 是长沙黄花机场 这次回家 杨鹏是准备带母亲看病的 杨鹏的母亲患有严重药病 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母亲 灰心思前的杨鹏 心里也十分兴奋 然而大巴车刚刚行驶了十几分钟 车上一个中年男子 却做出了风口巨动 他突然把一个装满汽油的红色黄龙包 扔到车厢靠后的过道上 车厢里立即腾起了烈焰 大巴车上的所有乘客 都会接近突发行往下方一通 但也就是一两秒的时间 大家听到游民 镇定地提醒大家 不要慌张 都想到逃 想到逃 都挤在那一块了 我就听见后面有一个小 有个男的在讲话 他说别慌别忙摸击 他说慢慢来 到了最后我在听别人说的是杨鹏 书上群众 杨鹏是在车厢的中后部 他在提醒大家不要慌张的同时 快速冲向着火的红龙包 企图用脚把烈焰滚滚的着火点採用 杨鹏就在他靠近红龙包的时候 红龙包却突然发生了爆炸 顿时熊熊烈焰吞噬了整个车厢 此时杨鹏仍然保持清醒 他反正把一些乘客向大巴车前面的车门推去 乘客们陆续脱离险境 而按照他所处的位置 杨鹏自己完全可以逃出车门 但就在这时杨鹏却依然返回车厢 他知道车厢后面还有少部分乘客 后面的车窗已经破碎 而杨鹏到了这里时 又奔励地把一名女乘客退出了窗口 在车厢里杨鹏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在确定没有幸存之后 他才挣扎着下车 同车的乘客用手机拍向当初的现场 在这席大野图纵火暗中 两名女乘客应窒息离难 除杨鹏受重伤 是三名乘客受轻伤外 七名乘客均安全脱离 2010年7月21日下午五点多 解放军1631医院 接持了海军军官杨鹏 尽管已经时隔一年多了 烧上客的护士长杨鹏云 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当时正好在护士办公室 忽然闻到一股焦味 我以为哪着火了 马上冲出护士站 杨鹏就从店店那里向我走过来 当时他本身上下黑乎乎的 头发烧焦了 衣服全都烧没了 就这么搭搭步的向我走过来 当时我就特别震惊了 当时那么严重 居然还能独立行走 那样子就像 就像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英雄 所以我们马上就跑上前去 那我们就喊怪的人 准备抢救啊 我们就马上扶着监护士经营救赦 躺在重症监护士里的杨鹏 很快失去了意识 经诊断 他全身烧伤面积达90% 而且属于特重烧伤 除了皮肤受损 杨鹏的体内损失了大量的血液 水和电解质 随时都会造成葬起功能衰竭 并且烧伤部位 急易发生感染 引发败血症 特重烧伤的死亡率在50%以上 一半以上都是死亡 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也做了 当然我们是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也是 说实在跟部队也讲了 跟家属也讲了 我们能尽力吧 得知杨鹏是一位坚毅勇于 被烧伤的海军军官 医院不惜一切代价 进行抢救 两天后 已经处于休克状态的杨鹏 渐渐清醒过来 但他仍然挣扎在死亡线上 杨鹏是B型血 从他入院的第四天起 医院血苦的B型血高级 医院十多名医护人员 主动到血苦献血 在抢救杨鹏的过程中 医院和部队共有七十多人 来为杨鹏献血 共为杨鹏输血 一万九千毫升 由于伤势严重 杨鹏生命体征很不稳定 危险期有三天 延长到七天 而后又延长到十五天 虽然医护人员最终把杨鹏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但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杨鹏却经历了太多的痛 全部都是创面 看不清 只能摸清他的血管走心 以后凭经验进行盲穿 他的穿势难度是很大的 三四个或者四五个 或者是早上一半个小时才能找到 早上一三四阵 三四五个 从七月到十月的整整三个月 杨鹏每天都要大量输入 然而杨鹏却表现出超长的意志 他特别让我们感动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一针见血 他反过来会安慰我们 说别着急慢慢来 我也理解 没关系 杨鹏就行了 我说你们杨鹏就行了 你们杨鹏就行了 你们杨鹏就行了 先通知一下 我要我做好准备 杨鹏2007年 从海军工程大学毕业 担任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 尊业号导弹驱逐舰的物类生长 后担任支队 案情部管理和管理员 几年的部位追恋 让他具有了不怕吃苦 不畏艰难的品质 在杨鹏入院后十几天 163医院对他进行了一次 皮半修复手术 皮半手术 就是将受伤的手 埋入自己腹部的皮肤 然后用石膏将手和腹部固定 等到腹部皮肤长在手上 再分离开 如果不做 杨鹏的右手将失去功能 然而皮半手术 不仅容易感染 而且极其痛苦 手术前 烧生科主任唐嘉迅 特意征求了杨鹏的意见 担心回复到这个工作感觉上去 他问我就是 我这个还能治好吗 我还能回去工作不了 还能当兵不了 他是把这个当兵也当不成的 他对这个海军还是很有感情 这个就是方便 当然这么多连络的感情 唐嘉迅了解的情况是 只要能回到部队工作 杨鹏愿意忍受任何痛苦 皮半手术展开了 杨鹏右手臂的皮肤 全部烧焦 无法打石膏 唐嘉迅 只能用缝针 将杨鹏的手 缝在乎 皮肤生长 至少需要二十一天 对杨鹏来说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于重度烧伤 他背部不停地出血 化弄 躺在病房上 感觉有无数根钢针 同时在炸 到了晚上 连觉都不敢睡 生怕睡着了 手臂一动 拉扯了手术部位 就会前功尽弃 杨鹏曾在网络上 用英文留言 你是英雄 还是懦夫 来给自己加油打气 整整二十一天 杨鹏没教育生活 没喊一声 没意义 皮外手术 成功 杨鹏的右手 保住 右手 虽然保住 但杨鹏全身烧伤的部位 每天都会有 大量农业伸出 如果不及时清理 很可能感染 致命病菌 所以杨鹏 每天至少要换两次药 每次换药 要用两个小时 没有皮 你在上面擦洗 是很痛的 我们要把这个 把肤料接下来以后呢 一小块一小块地清洗 杨鹏皮肤受伤严重 每次换药都直接刺激它的 末烧神经 引起剧烈疼痛 肉上面 把那个纱布贴上转 一天贴一次 扯一次 贴一次 扯一次 但是很痛的 完全是在肉上面扯的 叫我们 给它嘴巴里面 咬一双毛巾 它说它不敢叫疼 怕影响我们的工作 特别让我们感动 你说毛巾都咬烂了 牙齿也出血了 我们看了都想哭 烧伤患者都要经过直皮手术 才能彻底看护 但是杨鹏身体的 绝大部分皮肤都被烧伤 在他身上 医生们几乎找不到 好的皮肤进行移植 为此 他们只能采取特殊的办法 这让杨鹏不得不面对 一场极其痛苦的治疗 医生们把皮肤扩张器 埋入了杨鹏腹部和胸部 稍生较轻的皮肤下面 就像我们生活中 现在有人长个牛子 有人长个牛 长好大个牛子 皮它也更能长 那么牛子起来 皮肤就多了 所以扩张器 也就是人为的 搞一个牛子进去 就是一个水狼 硅胶的一个水袋子 慢慢往里面打水 三五天打一次 逐渐逐渐长大 要把皮称大了 皮可以扩大几倍 然后还可以反复扩 它这个不就反复扩 都两三次了 通过这种办法 杨鹏的直皮手术 最终可以进行了 在整个治疗期间 杨鹏接受全身麻醉条件下的 大手术就有14次 直接在病房里展开的小手术 数都数不清了 2010年12月18日 对杨鹏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经历九死一生的梦 在这一天 杨鹏重新站了起来 他迈出了烧伤后的第一步 这大红龙救人 是英雄的一种行为 在和病痛过 斗争过程当中 他也诠释了一个坚强的战士 一个钢铁战士 继续续写着英雄的故事 所以这种坚强 赶缓的很多人也鼓舞了很多人 恰恰是这样的坚强和坚韧 构造出了杨鹏一个完美的英雄的心情 植皮后三个月 杨鹏的身体开始长大 那段时间 比疼痛还难忍受的是皮肤的奇痒 杨鹏每天都觉得 纹身好像有无数只蚂蚁 在叮咬自己 看到父亲 每天都要半夜起来 给自己挠痒 杨鹏很不忍心 他要想办法 让家人减轻一些孤单 他经常会自己唱歌 听音乐 转移注意力之痒 从杨鹏住院的第一天起 父亲 母亲 就开始来到医院 照顾杨鹏 杨鹏的家乡是湖南立马家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门 全家 放在猪 与吃生计 看到杨鹏烧伤的如此严重 一家人都难以接受 然而 为了不影响杨鹏的治疗 他们在杨鹏面前 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24小时 照顾着杨鹏的饮食情绪 特别是父母做的饭 杨鹏吃起来特别香 这对杨鹏病情的恢复 起了很大作用 那每天吃一个鸡 每天一炸鸡 吃东西吃得蛮多 吃得很多 说他鱼能吃吗 他抵抗力跟后面就很恢复 特别好 这些牵纸鹏也一直陪伴着杨鹏 这是战友们 一直是为他折的 战友们都牵挂着杨鹏 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安慰他 还用幽默的话语 鼓励他战胜上头 一年多前 杨鹏回家探亲 就是要带患有严重腰病的母亲抗病 所以在烧生住院后 杨鹏最不放心的 就是母亲的身体 而部队已经多次安排专家 给杨鹏的母亲会诊 到现在老人的病险 得到了有效治疗 自从杨鹏住院后 部队又派来杨鹏的战友 鹏高聚来到医院照料杨鹏 这也减轻了杨鹏家人的护胆 今年七一 东海舰队表称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支队给他计二等功 并提前进职 海军党委还在近期做出决定 在海军部队广泛开展 向杨鹏学习活动 海军卫问组专程赶到厂商 转达军委首长 对杨鹏及其家人的关心和问候 海军机关有关部门 请来烧伤诊心方面的权威给他会诊 确定后续治疗和康复方案 2011年11月 杨鹏所在驱逐舰支队政治部主任 范玉定来到医院探望英雄 他仔细地查看杨鹏身上的手上 然而就在一年多前 范玉定来看望杨鹏 面对这名在大火中救人的英雄 范玉定却连手都没跟他握一下 想和杨鹏握手 但是不敢去碰这个受伤的手 为什么不敢碰他 就防止我们这个手带有不干净的东西 来感染他这个伤手 而每一次到医院探望杨鹏 办预定也总会和他聊很长时间 不仅领导判你们早点康复 早点回到岗位上去 身边的那么多战友 都在盼望着你们 所长有时候你离开不得久了吗 像我也已经离开一年 零四个月了 有时候晚上做梦的时候 不自爱的梦到在这场里面 在工作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洗小白的时候 一梦梦梦一醒的嘛 还是有点感伤的 也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怎么回事啊 心里面安安不经嘛 早点把自己身体给摇好了 把这很多部队 你啊 一个是有爱心 你晚上非常阳光 和你的名字一样 杨鹏 既阳光 又远到的志向 哦 而且有意义 还有这么感人 哦 不容易 写写什么 实际上 半月定 还经常给杨鹏写信 这些战友来信 也一直鼓励着杨鹏 积极接受治疗 希望好好休息 好好疗伤 疼的时候 咬咬牙 寂寞的时候 想想家 但是想想不对 还听见这样的舒服 和领导的期望 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 不是觉得 流眼泪 这是 家里就是 这个父母 可以自知性的心 在医护营员的全力救治 家人的精心照耀 占有的亲切关怀下 杨鹏的身体 一天天康复 现在 他已经可以做 这样的功能锻炼了 今天摸这么高 明天摸这么高 慢慢往上面爬 你用爬墙的运动 肩中央也是这样练 他这个也要这么练的 现在两个手 基本上抬得起来的 他这里是直的皮膚 他手机一拉 你可能把它拉开 拉个口子 那如果妈妈又在那长好 长好又来拉 你又不运动 这个手抬不起来啊 手不动 自己蹲下去就有空了吗 蹲久了不行 我知道 你如果蹲多快 对啊 早上还是没力 久等没力吧 他又练 海军军官杨鹏 在大火之中 救人的英雄壮举 让人感动 而在特动烧伤后的 抢救质量中 他又用坚强的意志 战胜上帝 他是一名无私的战士 更是一名坚强的英雄 我们祝愿杨鹏 能够造日康复 重返工作党会 中原大地 数十名武警 河南省总队的特战精英 力宾莫榜 会加入雄狮突击队 最后一搏 其昼夜八百公里 超极限魔鬼州 几近四孤 出人意料的训练科目 写向完胜 究竟是 将通过重重口电 成为真正的雄狮 军事起始下期播出 重远雄狮诞生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